年轻人第一辆车终于来了 别误会 我们说的可不是小米速期 最近雷总估计可能真的是运气不顺 刚被吉利全卖包围 这下就连年轻人第一辆车的名头 也要被夺走了 而这次出手的厂商 估计大家可能没想到 就是平时非常低调的理工男 奇瑞 而这次顶着年轻人第一辆车名头的 就是刚刚上市的iK203 兼用奇瑞董事长与佟业的几个词 来信用iK203 最酷 最潮 最安全 最智能 没错 方合资的外观的确够酷 够潮流 独创的权力多枪荣事车身也足够安全 至于智能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是车机还是辅助驾驶系统 都是相当智能 记得在发布会上 张鸿逸就特别介绍了一下 滤波模式 就是说这个车会根据红绿灯的情况 来调节车速快慢 尽可能避免路上遭遇连续的红灯 你就说智能不智能吧 当然对于我这位奇瑞捷报路虎发行运动的称呼来说 在iK203的车上 我居然也看到了路虎的影子 没错 全力车身 方合的造型 双枪空拳 关键是还能越野 好家伙 我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谁说这几年奇瑞跟路虎合作啥也没学到 这不一下就把静水搞到手了吗 接下来 我建议张总直接摊牌吧 不是路虎卫视买不起 而是iK203这性价比太〇〇了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十多万开着去夜夜 靠不靠谱 是的 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夸张 甚至一度以为 齐瑞终于学会了某些友商那种营销了 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就发来了iK203 迷路测试 跟被靠珠峰的合照 咱就说这李克南就是李克南 这种直男性格就算开路虎 都得单身一辈子 不过话说回来 就当大家对这辆车的性能品头论足的时候 我却发现了一个商机 就是这辆车的小书包完全可以各种改装定制 是不是可以秒变成烧烤摊 咖啡摊 各种小吃摊 你还别说 这不就是之前的地摊经济的计划吧 我决定了 等我攒下钱来 我也要搞掉iK03 白天去夜夜 晚上就去摆摊 这不就是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呢 您说是不是吧